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fans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看著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錯覺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麼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好比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直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不好意思 我还是想打车自己回家 我怎么有一种被利用后 瞬间又被抛弃的感觉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怎么也上来了 带你去另一个好地方 师傅 开车吧 好的 谢谢 谢谢 这里人好多 好热闹啊 对啊 这边有很多小吃的 不要看这边很简陋 但是呢 这边的鱼豆腐很好吃 很多人专程来这边买 你好像对深圳的小吃 特别熟悉啊 那当然了 我是深圳美食活地图 来 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好了 那怎么能行啊 不是说男人贴心的时候 最能打动女孩的心 眼下这么好的机会 我可不能放过 你为什么总是想要打动我的心呢 你为什么总是想要打动我的心呢 因为我们俩都是孤零零的 可望家而得不到 骗你的吧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喜欢你 难得我也动心哪 所以就紧追不放咯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突然想起来 小时候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光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久 一碗干面就可以当饭吃 姚家什么时候 有这么落魄的时候啊 还有什么你妈妈 你跟瑶瑶不是一个妈妈吗 我跟瑶瑶是同父异母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 瑶瑶提醒你 我跟瑶瑶一起过 估计瑶也觉得 这件事情解释起来的话 会有点复杂 那你妈妈 是瑶伯伯的第一任妻子吗 其实 严格来讲 我儿妈算是亲父 那个时候 我们一起过着贫穷的月子 直到七岁 才被机会养家 那你妈妈她现在在哪儿啊 她过世了 对不起啊 都是沉间救世 没什么对不起的 多吃一点吧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马上回家 不说第二遍 知道了 朋友打电话过来 有什么事吗 不是朋友 是房东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回去 和房东处理一些事情 没事 我送你吧 这可是你第一次允许我 送你回家 这么高档的小区 作为一个助理的薪水 能支付吗 谢谢你送我回来 明天公司见吧 难道你没有准备 请我上去坐一坐吗 今天晚上 确实聊得很开心 但是我们的关系 还没有到请你上去 坐一坐的地步 今天晚宴的时候 我听徐展说 你跟牧尘 好像色交不错啊 我交朋友 不需要向每个人报位吧 那位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房东吧 先是李牧尘 再是胡千云 你真的带给了我很多惊喜啊 我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你不要瞎猜 放心啦 有没有关系 我不会放在眼里 毕竟 除了感情之外 我可以帮助你更多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 都觉得我经恒胜利有目的啊 姚君墨 句句的话我不想再重复了 你就接受我的好意不行吗 威力 不管怎么样 千万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承诺 晚安 早晨 你也没办法 我去找个人 你自己不想的 你影片的егод to you 你帮我 你帮我 太長了 你帮我 我這邊 我去找你 你帮我 你帮我 我來帮你 大家都会怀疑你的动机 难道大家对你的误会 还不够吗 刘威霖 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我已经很注意 我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了 可是不管我怎么做的 都消除不了 别人对我的艰辛和疑虑 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大家才能接受我 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 没有人告诉我父亲 为什么会自杀 更没有人在乎我 我把它一直当做 妈妈的心意 把我赶出家门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大家才满意啊 便跟她的心里 放开我 爹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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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唯一怀念 我以为你承受的昨天 原谅 我想不到我们彼此 选择默默守护 也许是都没说出口的那些在意 下定决心选择你就是 肯定自己没有错 不用说没错的道歉 作为再见 原谅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原谅原谅 原谅原谅 原谅原谅原谅 这种男人留着他过年吗 赶紧甩了 还有你那闺蜜 我看啊 也没有必要再要了 我哥回来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有空打给我 都半夜了 还做心理医生呢 有两个好姐妹 同时爱上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居然还上演了 劈腿大戏 就在今天晚上的慈善晚会上 当场被抓 他就在这儿了 男人可以再坏 可是那么多年的闺蜜情 算是结束了 太可惜了 有情本会随着长大 变得越来越复杂 再新的朋友也会变成对手 而且 正是因为是最好的朋友 爱情上 事业上 偏偏不能输给他 照你这么说 人心也太复杂了吧 复杂不复杂 你应该也慢慢有感受了吧 好 好 新姐 你还像原来一样 喜欢听乐剧 这么多年来 我唯一的一个兴趣没有改变的 就是听戏 是 对了 义辰 这么大清早的 你来找有事啊 新姐啊 你是最了解我的 心里有些事情想不通 找新姐来聊聊 还有什么事 能烦恼你怡琛哪 都是一些年轻人的小事 昨天 我也去参加了 瑶瑶筹罢的慈善晚宴 本以为男主角就是千语了 没想到 千语根本就没有出现 剩下瑶瑶一个人 在那儿支撑场面 我明白 现在 是年轻人的时代 可是有些关系 还是需要花心思去维系的 你说呢 新姐 他们闹着玩的 还有 我们年纪大了 真的跟不上他们现在 年轻人的新玩意儿了 别多想 新姐 我可是对千语 抱有很大期望啊 我替千语 谢谢你 还谢什么 到最后 还不都是一家人哪 我还不等 你不认为 是 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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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儿 立正 你还要去 我还要去 这儿 你还要去 我现在不想跟你多说话 你立刻给我回来 我马上回来 信仪是不是很生气啊 你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的 你昨天怎么睡在我的房间里啊 昨天晚上是你拉着我不放的 要是你不记得的话 算了 妈 你现在跟林文玲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首尾其用吗 不管你在想什么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她就别痴心妄想 胡家是容不下她的 妈 我的事 我自有安排 你还要抚养我到什么时候 现在整个恒生集团 文臣 李牧尘 武将 姚军 墨 都被林卫林搞得是一塌糊涂的 再加上你这个总裁 也被她迷惑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王淑为啊 你还想怎么样 你到底什么时候赶她走啊 我会用我的方式送她离开 翅膀硬了是吧 把我的话全部挡耳边封 我不管你怎么想 你只要记住一句 你这辈子的伴侣 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姚姚 你现在一举一动 让你姚伯伯非常生气 你不要越陷越深好吗 妈 妈 我还要参加电子展会 什么未来儿媳妇 未来孙子 我们以后再聊吧 谦语 我先去公司 Must you 有什么的 教育 你怎么想好像 ambulantes 都已经锐了 别心 不就是 得很好 别吃的 我给你帮你帮我 那个人 多少 适有的人 你帮我去 我去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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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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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还不都是那个林威灵害的 白白浪费你这么多年 对她的一片苦心 我没遗呀 就是没什么文化 下次让我亲自出手 我就不相信我亲自出马 还赶不走她一个 林威灵扫把星 省得她一次次 破坏你们母子感情 如果这有那么简单 那就好 这一会儿就来了 好漂亮的车 是啊 卫玲啊 乔总 好巧 既然这么巧咱们碰上了 就让乔伯伯送你一段吧 来 上来吧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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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运气好啊 我也是 走啊 走 走 走 你在恒盛工作得还开心吗 流言蜚语 最近我这儿听到了不少 那个狐欣一定是处处都在为难你吧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流言蜚语 乔总不用在意那些 怎么 你到现在 还相信那个狐欣是无辜的 你在恒盛的大案室里 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了一段视频 视频 是我爸当天自杀的监控录像 在视频里 我看到警察 带着星移 从案发现场走出来 但视频的中间 有段是看不清楚的 案发现场有监控录像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是画面不清楚 这太可惜了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要找到完整版 我相信 其中一定有什么线索 这件事情 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帮助你 这个人就是张怀年 他曾经是恒盛集团的首席律师 所以他应该知道不少内情 他曾经是恒盛集团的首席律师 我想你不会愿意让我送你过去吧 卫玲啊 以后有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和我联系 谢谢乔总 乔总 你刚刚问我 是不是还相信 心意是无辜的 那你的答案呢 谁还得使用 我的答案是 我只相信自己調查的結果 別人說了任何話 我都不相信 儘管你的選擇讓我感到很意外 但是我尊重 我希望事情如你所願 讓你能夠儘快查到事實真相 好 不管別人怎麼說 我只是想調查清楚我父親的死因 欣怡 我相信你 老闆 這是君墨做的計劃書 也要是會按照計劃 替恆盛加工數字家庭設備 可為什麼不是君墨自己拿過來 他那麼忙我送不也一樣嗎 看來君墨 還是不想見我 你為什麼不跟君墨說 是姚總主動找你的 我擔心他對你的誤會會越來越深 如果跟君墨說的話 恐怕他們父子倆只會鬧得更加矛盾 那你就不擔心你和君墨 友情出問題嗎 君墨 十分鐘好 有了種信件 好 要求這麼認真 我不會闖禍了吧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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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要不我幫助恒盛的事 是不是讓你很難受 是 君墨 你可能誤會我了 要是要幫恒盛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你為什麼要瞞著我去找我爸呢 這件事情 的確是我搞得不準 我向你道歉 但是你要相信 我絕對沒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或是想要耍手段的想法 你也知道 恒盛對我來說是非常地重要 為了恒盛 我只能全力以赴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我當然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 恒盛有危機 我怎麼會袖手旁觀呢 只是 只是我爸看中你 遠勝過我這個親生兒子 即使是姚叔的管理 他也是更信任你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心裡會好受嗎 愛之深 責之情 我相信姚伯伯只是希望你能更好 不像我 對於父親的責備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 總而言之 放心好了 我對姚氏沒有任何的企圖 我只希望姚氏在你手中之後 可以更好 而我們兩個 都可以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標 你說 他們兩個會不會翻臉啊 你擔心的太多了 他們兩個根本不是那樣的人 真的吗 我说你们两个 还挺会偷懒的 明天就是电子展会了 一大堆资料都还没有整理 还不过去帮忙 男人应该学会劳逸结合呀 一心想工作 都没有时间谈恋爱 对单身这件事 你没有反思吗 我的感情生活呀 就不用你跟着操心了 你还是把这些精力 都用在哄女孩子身上吧 走吧 走 这么快就和好了 怎么两个大男人 比女人还善病 王淑伟 别想偷懒啊 不过来啦 如果恒胜集团的 数据加统训 将会给我们的日常顺务 带来讨论的故事 我买了 你说说你 渺别想偷懒 我们走 我要走 我看你 你都在这边 那边 不是 不是 怎么能让别人看到你的努力呢 吴总 可不介绍一下吧 未来的生活 将离不开我们的数字家庭计划 而我们恒盛集团 正在全力推动这个项目 你拿什么和千余比 你有他一半优秀吗 你有没有因为聚光灯霞 站在总是胡千余 而对自己产生怀疑 其实千余啊 总是有能力吸引所有人的路过 可是即便如此 我从来没有因此遗失过 其实每个人 只要努力过 自己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你也是一样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不过我心里面舒服落了 怪不得书上会说 人生呢 需要好朋友 以后我在喝酒吃肉的时候 一定会第一个相信你的 我怎么不记得哪本书上这么写啊 乔总来了 乔总 乔总 乔总来了 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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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恒盛集团的展台前呢 不是说环球和恒盛 一直是竞争的关系吗 数字家庭令人眼前一亮啊 这个胡总年轻可畏啊 乔总 欢迎 咱们过去看看 年轻人啊 真是 让我们这些老骨头 难以安详晚年哪 乔总 您真是太平静了 显然是我们年轻人 还不够女人 不然的话 乔总怎么会一把年纪了 还要出来操心劳神 是维灵吧 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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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您和林慎鹏之间 相互为敌 在商场 饿斗了十几年吗 过去的事情 今天暂时不提了 过了这么多年 对维玲这个晚辈 我也应该表示一点 长辈的关怀 这样吧 维玲 你只要今天 叫我一声乔伯伯 我还求 就送给恒盛一份大礼 环球新开发的小区 每家每户 都安装一套 数字家庭设备 慧玲 你觉得乔伯伯这个礼物 怎么样啊 那我就代表林慧玲 特别谢谢乔总 环球送来这么大的礼物 恒盛怎么能没有表示你 乔总 您这环球的单子 我全面给予七折 七折 七折 真的耶 乔总真是太阔绰了 作为晚辈的我 是不会占展备 一丝便宜的 乔总 您说是不是 年轻人 有气魄呀 谢谢乔伯伯的支持 虽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相信 恒盛 在乔总的带领下 会越来越好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好 我很期待 参观展会收获一定很大 卫玲啊 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给您好好讲讲 我和你父亲 当年一起打拼的往事 年轻人 乔总 乔总 谢谢啊 乔总 乔总 再说两句吧 乔总 乔总 雷桥里远一点 乔总 给环球打气热的决定 是不是太仓促了 这样一来就是赔本的生意啊 刚才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明天的报纸还不知道 会怎么报到 至少现在 恒生在气势上没有说 至于经济上的一些损失 我们还可以转回来 说得到轻松 如果董事长追究起来 你准备怎么办呢 好了 你们俩都冷静一下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解决困难 牟针说得对 姚总 姚伯伯 你准备好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恒舍和姚舍的展台 听见你们在争论 就过来看看 你们刚才的谈话 我都听见了 我支持千语的决定 一时的损失和长期发展 哪个重要 你连这点都不知道 该怎么选吗 要不我 其实君某说得也对 我刚才的决定 虽然应付了乔林 但是日后 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真的是在为公司主下 经营一家公司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我这就回去想 君某 麻烦你不要再受试团了 我只有一个人 我没有办法每次都把你的试团 划行为义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乔丽的出现 真的只是偶然吗 是 我 butter 没有 你感觉 就是有 你可没hold 你能说是何事 没有 你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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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不可不可可不可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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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 我扶你钱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 来来来 喝吧 喝吧 没见过这样 我说 他是不是喝多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别喝了 来来来 咱俩喝咱俩喝 吓回跳 我说你别喝了 干什么呀 我知道 你都是因为 今天展会的事情 有点不高兴 可是大家都是兄弟 没必要为这个闹情绪吧 好了 我说你真的别喝了 你这样喝醉了回家 姚总又该不高兴了 我爸对我的态度 已经够差了 不可能更严重了 你是姚总唯一的儿子 他对自己唯一的儿子 当然要求高了 父子之间的激将法 这都不知道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有时候我觉得 芊瑜是我爸 和胡阿姨的亲生儿子 你这样的玩笑少开啊 你这样董事长知道了 肯定饶不过你 不过你 父母之间不都是这样吗 总认为别人的孩子 比自己家的好 而且夫人家的孩子 本来就压力大 总是被别人拿着 放大镜要求 自己学会放宽心就好了 要是不用跟别人 对比的话 那真是好多了 好了好了 别乱想了啊 你只剩两个串了 我再帮你点点吧 嗯 点啊 点啊 瑶瑶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肯再合同上签字啊 你对姚氏的股权 还不满意 爸 我是不满意 因为股权的分配 对我哥不公平 姚氏股权分配 对 怎么回事啊 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走 你去哪儿花天酒地去了 你喝这么晚才回来 你当姚宅是什么地方 现在分配姚氏股权 这么大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过去年看新闻 不就知道了吗 什么 爸 既然我哥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一家人 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姚氏集团的未来 也有我哥的一份 股权安排 也应该听听我哥的看法 我命下所有的股权 只属于你 和未来姚家的女婿 其他人没有权利指手画脚 我是你的儿子 怎么会是其他人呢 你要把所有的股权给姚耀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现在 姚家的女婿是谁都不知道 你就那么信任她吗 我心中未来的女婿只有一个 那就是胡千语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胡千语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冷漠 如果你不想让我当你的儿子 当年你为什么还要生我 这要问你妈 她身边男人不论 才跟我认识三个月就说怀了你 我也想问问她 为什么要生下你 你抛弃我们母子七年了 一直到她病逝 你才把我接回来 为什么她要生我养我呢 还不是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你 你放肆 你这是什么态度 爸 哥 哥 你们不要吵了 好不好 既然你姓姚 外人也都知道 你是我姚依琛的儿子 虽然姚是没有你什么位置 但是我也会保证 让你这辈子不愁吃喝的 不愁吃喝 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就可以了 爸 我这次回国 不是为了要钱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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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 临终 坚决 原谅 原谅 故事 错 作词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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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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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豪 也许我自想 原谅 原谅 所有不解 沉默 也不是陌生 我自想原谅 原谅 你的无解 多想象从前 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成仙 是掌握会划过的昨天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